元毅金真的从山崖发动骑袭 打赢一只骨盒战吗? 知田信长最爱吟唱的敦胜 跟元毅盒战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元毅金打赢乌岛之战 反而被敌我双方遭黑? Kongbangwa,我是战国导游岳翔兵长 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前几周我们聊了元毅金少年时代的传说 今天让我们来聊聊 元毅金名流青史的两场大战 一只骨盒战跟乌岛之战 这两场战争的光与尹巴 话说元毅金打赢木正义众 率军进入京都之后 他下一个目标就是讨伐杀父之仇的平家 这个时候的平家根据地在福园 也就是现在神户寺附近 这里是平清盛当年一手打造的港口都市 福园的东边有森林跟关口 西边一只骨摄友存在 北边有高耸的山地 南边有赖户内海 可以说是一手南宫的重地 竟然在一天之内就被元毅金给打下来了 史称为一只骨盒战 但是说来奇怪 白白都是大合聚 毅金跟联昌殿的13人 对这场战争的描述却差很多 因为联昌殿的13人是以通缩为基础 再加上近代的考证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从通缩 还有近代考证这两方面来探讨这场战争吧 讲到通缩 主要是采用联昌幕府的官方史料 吴七进 还有流传在民间的古典文学 平家物语 其实这两个资料 对一只骨合战的描述大同小异 元毅金的六哥 元范赖 率领主力军队从东边进攻 元毅金率领副队 走山路去进攻西侧的一只骨 面对元氏的军队压境 平家他们把半数的军力防守东边 四成的军力防守一只骨 一成的军力留守在浮原 老实说 这场战争就算打上十天半个月都不奇怪 为什么元毅金能在一天之内攻下浮原呢 吴七进跟平家物语都记载 元毅金带着少数精锐部队绕到一只骨的后山 这里是名为碑月的断崖 元毅金从这里居高临下发动攻击 驻守在一只骨的平家军队 被天将骑兵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故事后来又被民间说书人加油添触 相传元毅金向当地的猎人打听消息 听到碑月这里经常有野鹿触没 元毅金认为 既然野鹿能够冲下山崖 马应该也没问题 他先放了两匹马冲下山崖试看看 虽然有一匹马不慎摔伤了腿 但是另外一匹马顺利冲下山崖 元毅金看到之后决定身先士卒 他先率领自己的亲信往下冲 传说关东武士田山重中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爱马 相传他扛着自己的马冲下山崖 因为无期境跟平家物语都说元毅金从碑月发动攻击 所以早期的大合聚 例如毅金就采用这个说法 为什么今年的大合聚 连仓殿的13人不采用这个说法呢? 因为今年的考据认为一只谷核战有三个问题 首先,碑月这个地方不是在一只谷的后山 而是通往浮原的山道 已故的学者桑田中青先生考证史料之后 他认为元毅金应该是走铁拐山的东南边 这边的山道发动突击 只是后世把铁拐山跟碑月混淆在一起 所以在连仓殿的13人里面 同时采用了通缩跟近代考证 剧中提到 虽然元毅金是从铁拐山跟波浮山之间的山道发动奇袭 但是后白河法皇称赞元毅金从碑月冲下山崖的时候 元毅金不但没有反驳 还顺着后白河法皇的话来搭枪 事后还说,历史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说 根据当时的贵族《九条坚石》的日记玉页记载 元饭赞负责攻打东边的深田口 元毅金负责攻打西侧的一只骨 另外还有一支军队从碑月口发动攻击 这个人是元赞光的子孙多田行刚 但是因为多田家后来没落了 所以他的战功被后人混淆在一起 统称起来变成元毅金的功劳 第三个问题是 元毅金跟关东武士真的能够骑马冲下山崖吗? 在铁拐山东南方的山道 最陡的地方坡度大概有30度 大概等于现代滑雪场的高等滑雪道 NHK有个节目 《风云大历史实验》 曾经在一个滑雪场找了木针马来做实验 结果木针马1-30度的陡坡前面 吓得立刻停下脚步不肯往下冲 另外有一说认为 古式马术是把重心放在马鞍的后侧来维持平衡 所以说元毅金跟关东武士 到底能不能驾驭做骑冲下山崖呢? 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难度其实很高 《言归正传》《讲道一支谷合战》 除了元毅金在碑月的骑袭战术之外 还有植田信长最喜欢的信若武敦圣的典故 平家有一个年仅17岁的年轻武将名为平敦圣 他从小就学习礼仪跟诗歌 特别擅长吹奏横敌 他随身攜带天皇赐给平家的青夜之敌 但是这只敌子无慎掉落在一支谷的战场上 平敦圣连忙赶回战场想要捡回敌子 在撤退的时候 他被一个名叫熊谷直食的关东武士给追上了 熊谷直食对着平敦圣的背后大喊 武士岂能背对敌人 快快回来与我一战 平敦圣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决定停下脚步接受单挑 但是仰尊处优的平敦圣不是关东大佬出的对手 就在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熊谷直食要斩下平敦圣脑袋的时候 熊谷直食突然愣住了 他看到眼前这个少年不禁想起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熊谷直食心软了 他起了恻隐之心想要放平敦圣一马 但是平敦圣心高气傲 一直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 只告诉熊谷直食说 你尽管斩下我的首级去领赏 你就能够知道我是谁 就在熊谷直食心中天人交战的时候 其他关东武士起码赶上来 看到他压制着平家的武将却不肯下手 怀疑熊谷直食是不是暗中跟平家勾结 熊谷直食怕自己被冠上通敌的罪名 最后含泪斩下敦圣的首级 这件事情成了熊谷直食的心魔 加上战后论功行赏出了问题 熊谷直食决定放下一切出家为僧来调念平敦圣 这段故事被改编为信若武敦圣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人间五十年这个典故的由来 言归正传 袁易经连续打败了穆贞义重跟平家的军队 袁易经的大哥袁赖曹 他可能担心养虎为患 也有可能想要挫挫袁易经的锐气 袁赖曹只帮他的六弟 袁范赖申请官位 却漏掉袁易经的份 厚白和法皇本来就是擅长分化武士 维持朝廷最大利益的老狐狸 他这时候立刻看穿了袁赖曹 袁易经兄弟之间的矛盾 见缝插真理 任命袁易经担任减妃为使 负责守卫京都的治安 所谓的减妃为使 是体制外的另外观 只属于皇室 袁易经没有向自己的哥哥袁赖曹报告 就擅自接受厚白和法皇的任命 这件事情不但引起了袁赖曹的猜忌 还让袁赖曹难跟关东武士做交代 后来袁赖曹把兵权交给袁范赖 把袁易经冷冻了一年不让他打仗 言归正传在一支谷河战之后 平家重新站稳脚步 他们以赖户内海东边的乌岛 还有西边的燕岛作为军事据点 利用赖户内海的水军来维持平家的势力 袁范赖跟关东武士本来就不擅长打水战 眼见战况陷入胶着 袁赖曹只好重新启用袁易经 袁赖曹命令袁范赖走陆路攻打九州 命令袁易经渡海攻打四国的乌岛 但是就在袁易经要搭船渡海的时候 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暴风雨 水手说军船破损严重 没有办法顺利出航 突然袁易经亮出刀子对水手说 所谓生死天注定 大火明天是生是死 由老天来决定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开船 我今天就送你去见老天爷 在袁易经的威胁之下 水手只好乖乖答应 袁易经挑选了五艘还能用的战船 带着150级渡海前往四国 原本要花三天的航程 竟然只花了四到六小时就到 近代有人考证 袁易经其实是把三天的航程 缩短到一天又四个小时 但是无论如何 在人力划船靠风向的时候 能把三天的航程缩短到一天确实很神 袁易经抵达四国之后 先放火焚烧乌岛附近的民宅 制造出大军光束渡海压境的假象 平家的军队吓得立刻放弃乌岛 连忙搭上军船 就在黄昏双方停战的时候 海上的平家舰队派出了一艘小船 一个穿着高雅的美人 他在船头挂上一个扇子 要较量关东武士的弓箭 虽然袁易经擅长战术 但是他的背力没有办法拉强攻 在其他关东武士的推荐之下 派了神射手纳虚羽衣接受挑战 纳虚羽衣摒弃宁神 一箭射向了海上的小船 箭矢在夕阳底下画出一道弧线 顺利的射下扇子 他神乎奇迹的剑术 赢得了敌我双方的称赞 关东武士齐声欢呼 平家的武将也翩翩起舞 就在敌我双方都在欢呼赞叹的时候 袁易经竟然不顾江湖道义 命令纳虚羽衣射杀那个正在跳舞的平家武将 这就好像是格斗游戏的总决赛 明明你已经打赢对方了 还要使用浮空计鞭尸来公然羞辱对方 这种焚情阻吓的行为 不但惹恼的平家武士 就连关东武士都骂袁易经败坏了武士的名声 平家的水军跟袁易经对峙两天之后 因为四国的地方势力倒戈 寡不敌众的平家决定撤退 眼见这场战争都打完了 其他关东武将才休豪船 慢吞吞的抵达战场来洗地 虽然袁易经成功打赢乌岛之战 但是他不愿意跟其他关东武士合作 只顾着自己抢功劳的做法 也成了后来的祸患 一直以来 袁易经的英雄故事 主要都是琢磨在袁易经奇特的战术 认为他是被利用完就被清算的悲剧英雄 但是袁易经只顾自己炫技 把其他的武将当作自己的部下使唤 擅自接受朝廷的封赏 破坏了连昌幕府的制度 把自己搞到只有敌人 没有朋友的窘境 这也是袁易经很大的问题 聊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开始怀疑 到底什么是史实啊 历史很多时候就像拼图一样 要靠多方的资料才能拼凑出来 今天拼凑出来的结论 也许明天又被新史料给颠覆了 正是因为如此 兵长很少武断地说 证实其实是怎样怎样 兵长只会说 根据现在所知的资料 我们推测当时是怎样怎样 因为只要有新史料出现或者是被解析 从前认定的史实 就会被重新检验跟重新定位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也欢迎你使用超级感谢功能 赞助月祥兵长 让兵长能够收集更多原文资料 为大家讲解历史哦 如果你还想知道 更多农场文不会写 中文维基百科也讲不清的战国知识 就请你订阅 并且支持月祥兵长的频道吧 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